我覺得你人最不開心傷心莫過於 就是做錯的事然後內疚後悔 但如果你是做一件對的事 那為何要內疚呢 有時會問自己 其實還有沒有意義呢 我做了事情 但我想在這裡希望鼓勵也好 其實我憑甚麼鼓勵 說一句說話希望可以拍一拍肩膀 不要為一件對的事而內疚 其實我們做演員都是一樣 只不過新聞記者這一方面是比較明顯 大家好 AM730的觀眾和讀者大家好 我是姜大衛 大家好 我是《閉日之夜》的導演簡君俊 如果我們都不報導 真相我們就是幫兇 沒有證據的新聞不是報導 是誤導啊小姐 你以為可以改變世界嗎 你是記者而已 可能真的沒有人在乎 可能我們試過一千次都是沒用的 但說不定這次就會有改變 壓力真的沒有 但反而是第一天見到 John哥和修哥一起出現 哇 70年代 然後60年代代表修哥 一起出現電影 我都跟攝影師說 這個畫面是很驚訝的 John哥很好 又給了很多意見 但他又不會迫我用的 我們真的討論 即是我們攝影師出來 然後一起設計好這個角色 去到現場都會有很多討論 我很記得就是我在劇本裏面的時候 我們很想建立 就是 Jennifer和修香營的角色 我寫了是 阿曉奇是吸煙的 但John哥設計說不如 不要讓他吸煙 這些是很小的小動作 但其實慢慢就建立了他們之間的 就好像一個爺爺 或者一個都很疼她的孫女 就不好吃 因為身體傷身 這些小的設計就很好 然後就用了下去 尤其是最後 在雨中的那一場 當在劇本的時候 我們都有討論 我寫了那句 John哥的獨白 我自己覺得 那個時刻應該在那裡的時候 但John哥就想到設計 因為現場看到Jennifer的反應 她看到一陣雨的時候 她就很自然地加了 把帽子放進去 我一開始都有懷疑 會不會多了呢 John哥很好 不要緊 再做一個 對 再聽 但當拍攝真的擺帽子的時候 我發現周圍 例如攝影師 美術服裝 他們真的落淚 然後我就覺得是 然後張哥就說 都說了 其實我們有時拍攝 做演員就是 即時的反應 我記得 那個反應就是 我真的覺得她很慘 下雨 又被人罵 那方面 我就保護不到她 我即時的反應是感覺上 咦 我之前有談過 我覺得這頂是我的生命 一個真而眾之的家當 除了她電話之外 這個很重要 對我來說 總之我都是 下意識是要保護這個女人 這個女仔 所以 加上又落雨 加上她又哭 給她示範 想不到那個反應是這麼好 其實通牌是最清醒的一個 傻得來是最清醒的一個 所以我贊成她所做的事 我覺得 她們寫這一段 是整個戲裡面的一個項目 整個戲我們就在這裡 說出來 可能是一些 自己想和自己提醒自己的說話 又可能是 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說話 我覺得 你人最不開心 傷心莫過於做錯的事 然後內疚後悔 但如果你是做一件對的事 那為甚麼要內疚呢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 很自責 很容易會面對這個問題 可能都是 透過電影 透過John哥的角色 去鼓勵自己 或者不同的觀眾 這幾年去和很多新聞工作者 你們的記者 就是 她很多都會想 原來做了那麼多事 其實有沒有人在乎 其實是冒著生命危險 去追求真相的時候 不代表你是可以拿到獎賞 有時會問自己 其實還有沒有意義呢 我在做事 但我想在這裡 希望鼓勵也好 或者其實我憑甚麼鼓勵 只是說一句說話 希望可以拍一拍膊 不要為一件對的事而內疚 其實我們做演員都一樣 只不過新聞記者這一方面 是比較明顯一些的 有很多人做了十幾二十年 或者二十幾三十年 都還在做這樣 他都會覺得自己是否做錯了呢 是否做得不好呢 是否還是甚麼呢 其實是一樣的 我家人都是做這一行的 我爸爸都是熊小生 不過他走得早而已 你們都看過很多是熊小生 到最後做甚麼呢 這些我一早就看到了 我現在都還可以做配角 做一下爺爺 爸爸 必經之路 除非我不做了 我現在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好像回歸電影界 去年又要去年拍了幾部 我現在接戲不是說甚麼 第一 就是那個劇本 那個角色 那個角色要特別一些 或者是有挑戰性的 我絕對會做 第二當然看導演 導演我不認識的 我跟他聊 聊完之後大家能夠溝通 這個角色真的很特別 就算我不喜歡他 我都會接的 是吧 這個是我現在接戲的原則 當然另一方面 講錢 你給了很多錢我當然要做 但現在我們的電影大家都知道 整個環境大家都知道 我經常都跟別人說 你不要要求那麼多 因為我們現在真的在救電影界 我不是很厲害 但我們盡量 我希望現在的年輕的導演 年輕的演員 都能夠將香港電影帶回到全世界 當然很多不同 以前我們導演都大了 以前我們張哲導演 甚麼導演 每個都是他們說了事 新的導演可以相遇 演員都可以相遇 我以前的姜大衛不同了 現在不是以前的 以前我曾經有一個階段 從我… 有一個階段我覺得我自己適合了 我覺得我講的東西適合了 我覺得這個劇本不好就不好的 這個劇本好就好 我做法我應該這樣做 當然我絕對到現在未教過人做戲了 我以為自己覺得我做法適合了 這個間諜是我過的 但失敗就好 失敗就是我認為好的東西不一定好 我認為不好的東西 終於我會賣大錢 這件事我經歷了 我自己記得的 人都會改變 年紀越大 人越大 真是變化 以前你不稱讚我 我不看你 你稱讚我便看多兩句 你應該賺我便看多兩句 我是大明星 我是亞洲影帝 大錯 這些我經歷過了 如果你不能夠忘記這些東西 我意思是怎樣說 你經常都以為是這樣的 真是死得更快 很快 我想我們一班電影工作者 經常都在想這個問題 甚至乎可能這個電影 好像記者會問 十年後有沒有傳媒 其實都好像 有一種好像千絲萬縷的共鳴 就是我們都會想 有沒有 之後還會有電影 觀眾還會進戲院看電影 但其實我不是真的那麼悲觀 其實電影在 整個歷史的旅程中 都經歷過很多挑戰 由電視機發明了 每個人以為只會看電視 不再看電影 互聯網發明了 以為上網不看 到現在很多各樣東西 但電影都還未死 我覺得只要有一個人繼續信 是會拍 然後有一個人繼續信會看 越來越多 就會依然在這裡 我又沒有去想那麼多 對將來有很多恐懼 香港電影這麼厲害 有沒有人拍呢 依然有人拍 電影不會說沒有的 只不過看現在是變了 現在看電影的人不同了 不一定進戲院看的 網上看都看了 所以這個我就沒有辦法了 是否應該有辦法呢 改變到觀眾再進戲院看電影呢 這個就不知道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